AI 现在全部手机都在讲了AI 到底除了Samsung之外 还有谁是有AI的呢 就是这一台 刚刚发布没有太久的 OPPO Reno 12 Pro 到今天除了看它有什么AI功能之外 当然要对比一下Samsung的Galaxy AI 看看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先来看看OPPO Reno 12 Pro的外星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样子 它可以说是荣登我心目中 目前最美的手机之一 你们看看这个水波纹 不同的角度下面 真的好像有水流过的感觉 然后我现在拿着的这个颜色 其实你们看到是银色 实际上我肉眼看它有点偏执的 智慧智慧 镜头上面50MP的主镜头 50MP的人像镜头 还有一个112度的广角镜头 正面就是一个6.7吋120Hz的AMOLED屏幕 现在入正点了 到底有什么AI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AI Eraser 就是Samsung先有了这个功能 目前很多手机都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但是OPPO Reno 12 Pro 它这一代的AI Eraser 已经来到了2.0版本 你们看这张照片 本来是如此的完美 但是因为有路人 所以它不能用了 我们按进去Edit 然后里面有一个功能 AI Eraser 点进去 1.0的时候 我们是要把人圈起来 但是现在2.0不用了 点一下 它会自动detect到路人在哪里 所以它就会自己REMOVE它 看到没有 这个草是原本多难去还原啊 你们看 它连那个椅子四方形都做出来了 你们看 直直的 就好像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这边过 这张照片又可以用了哦 Problem Picture OK 现在来对比一下 AI Eraser 1.0跟2.0的差别 看到没有 它还原度超级高就算了 而且它明显整个 Graphic是Smooth很多 很自然 它的运刷会更强一点的 同样的一张照片 用Samsung S24 Ultra来试试 准备Edit 然后按这个Ci 然后把它发出来 然后就够选它 然后上按 Eraser button 然后再按Generate 还蛮久的 诶 什么鞋子在这边呢 它把鞋子跟那个地上 跟那个人整个它的优化 所以变成了一搞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对 它的AI觉得那边 是应该有狗东西的 但是它不应该 针对这张照片来讲 它没有处理干净 就算了 它还其实是比较多步骤的 但是当你的Edit 30张照片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它非常麻烦了 给多一次机会它 OK 我缺眉眉啊 Make sure我真的有缺眉啊 它缺出来了吗 你看 边框全部缺完了 Erase 啊 这次就不错了啦 它就是会自己觉得 这边下面会多了一块东西 你还可以再看看 它的叶子的颜色 Galaxy AI 它Generate出来 它的叶子会比较偏黄的 OK 现在我们来试看 做一张我在葡萄牙拍的照片 因为它来这个地方是打卡地 所以可以看到后面很多人 有没有 Samsung的话 我是选一个一个圈起来 然后点消除 而OPPO的话 就可以达到一键选完 然后直接消除 效果我是觉得没有太大分别啦 不过OPPO的话 我是觉得更稍微忍性一点 因为路边的铁柱 它依然有被保留下来 而Samsung的像是 它直接清空掉 省掉麻烦的样子啦 然后再试了一张 在四川拍的 一样背后有很多路人 那到底OPPO和Samsung 谁比较完整叻 那效果一出来就很明显啦 然后OPPO的自动填补成 该有的体阶 而Samsung会误有的是神台之类的 虽然OPPO也并有100%完整消除干净啦 但整体效果以这张图来讲的话 我觉得OPPO 赢 因为今天大家都说AI算出来的嘛 所以到最后哦 没有讲谁算出来的东西 才是最对的 最后还是要看你自己本人的喜欢 还有你觉得哪一个才是对你来说 最自然的一个情况 这样你觉得 你哪一个才是让你比较满意的呢 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目前我比较喜欢的是OPPO的啦 因为他们真的是做到很不错了 第二个功能叫做AI Smart Image Matching 2.0 又是一个2.0 搞到我之后去旅行都不知道该不该 还要这么努力的去拍美照了 首先选一张你自己美美的照片 然后你长按99 Save as Sticker 然后你去Gallery 直接选一张背景图 然后再加上你刚刚save好的Sticker 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因为我旅行或者打卡的时候 可以拍下哪一些景点 然后批自己去就好了嘛 第三个功能 AI Studio 讲到摄影里面的AI 但它不得少了 无中生有这一件事情啊 这几张照片呢 都是我用OPPO独家内置的 这个AI Studio Generate出来的 而且有漂亮的 实用的 和好玩的咧 打开AI Studio 你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类型的模板给你选 选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加自己的人像照 然后等AI Generate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咧 但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功能呢 就是玩和做Passport罢了 等时点等时点 会越来越好的嘛 第四个是我觉得蛮厉害的一个功能 叫做Beacon Link 简单来讲呢 就是在你没有信号的时候呢 它可以增强你的信号 比如说你在演唱会啊 你在深山里面啊 你真的是没有信号的时候 它就可以拍上用场了 让你打给方圆200米以内的朋友 前提是 它对方也要有RENOX 12系列的手机啊 OPPO在发布的时候呢 其实也有当场示范了 它这次的升级版AI Link Boost 据手呢它是采用360度环绕式架构 由9个独立天线组成 它可以增强信号的接收 然后通过系统级的AI模型优化网络选择 当我们在一个没有信的地方出来过后 就会立刻快速恢复你的LINE啦 而且RENOX 12系列也是世界上第一个 收到了TUV来营高网络性能认证的手机 哎四个AI功能我们就已经讲完了啦 现在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它的配置的 处理器列还用的是天机7300芯片 12加512GB的内存 5000毫安大电池 加上80W的Super VOC充电 满意吗大家我觉得算有诚意啦 好啦最后大致上总结这一台手机 其实我一开始会被它吸引哦 主要真的是因为它美 它非常好看 但是除了外形之外 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一个能力 首先就是这个50MP的单反击人像镜头 它拍人就已经很好看之余哦 它还生计好AI玩法 让你在摄影上面可以做的东西更加多 我觉得OPPO它们现在不只是一直在讲 它们拍照有极好看有极好看 而是AI这个东西的可玩性有多高 以后它可以去到极远 其实至今为止呢 OPPO已经申请了超过5000个跟AI相关的专利 其中70%竟然就是专注在摄影上面的 然后从2020年开始它更加研发了自家的LLM 然后还领先其他人运用在智能手机上面 从Reno 12系列可以看到 OPPO的AI技术将不仅限于高短级吧 在未来它会下放到全系列身上哦 那它的价钱是多少钱呢 2599块 你们觉得怎样呢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